耶诞佳节即将到来 民情幼儿园的孩童在刘美银园长以及李园城所长的带领下 来到花莲市公所与魏嘉贤市长分享圣诞节的喜悦 并赠送民情幼儿园孩子们的手写圣诞卡 祝魏市长身体健康市政顺利 圣诞节前夕民情幼儿园小朋友们特别到花莲市公所报家音 园长刘美银表示 今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希望教导孩子们在玩乐之余也要以一份感恩的心 让他们透过手作小礼物感谢花莲市公所防疫团队的付出 每年的圣诞节小朋友关注的可能都是圣诞老公公跟圣诞礼物 那我们希望透过教育的意涵 然后能把圣诞节庆的部分 让孩子能够尤其是现在疫情下的圣诞节 那希望孩子能够意识到说 其实还是有一些默默在第一线帮我们努力的一些抗议英雄 那透过老师们课程的引导 那对于就是守护花莲的那个市长爸爸 他们也觉得是可以把这样的感谢 透过圣诞节传递他们的圣诞祝福跟礼物 所以手作了一些英雄徽章 或者是他们的拼斗的一个代表花莲的象征 那希望可以就是为市长或者是市长的团队 那近一点就是圣诞节上面传递一些感谢跟祝福 市长吴嘉賢感谢民情幼儿园的孩子们特别来分享喜悦 他表示孩子们的祝福是对花莲市政级防疫作为的一大肯定 花莲市公所会努力充斥不负孩子们的期望 那在此也要特别谢谢很多的家长 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孩子们 在防疫期间齐心努力 一起来做好防疫这件事情 那防疫是全民一起要努力做的一件事 那由于大家防疫做得很好 所以才有今天能够逐步的有一些生活条件的一个解封 那我们真的希望疫情赶快趋缓 那也希望孩子们在学校当中 老师能够持续不断的将防疫这件事情持续做好 那在花莲市公所这个部分 我们过去很多幼儿教育的政策 也落实到每一个孩子需要的孩子身上 那我们期盼如果说家境 如果有一些比较困境的 还是有需要帮助的 也可以进下花莲市公所 那我们特别的也未来会跟一些市 花莲市区内的幼儿园来做相关的联系合作 也会有一些好书送到幼儿园的一些活动 也期盼有更多的学校能够跟花莲市公所 花莲市区图书馆一起合作 小朋友们赠送了亲手做的卡片 羊毛沾英雄徽章 还有市长造型钥匙圈等礼物 而市公所也准备糖果送给每位小朋友 欢乐的笑声和音乐声 让市公所充满过节的温馨气氛 市长发生的温馨气氛 却徐丽群华联士报道